全民心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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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战听完果然开始爬起了楼梯 等到了天台确实还不错 视野开阔 风景秀丽宜人 本来以为就到这里了 不会再爬楼梯 可以赏赏风景 放松一下了 没想到居然还要爬楼梯 工作室这时又说到 休息一下吧 再继续往上爬 我们希望你可以多感受一下自然 哈哈 为了哄老板连这种理由都搬出来了 空气 阳光 结果老板都听不下去了 不等话说完 肖战说 谢谢你们 在天台上 肖战看起来很放松 说了一句 可以放风筝 明显就是在找话题聊吧 但是低情商的工作室却说 这里不够大 前面放过风筝吗 直接把话聊死 但这也难不倒高情商的肖战 回了一句 当然放过 我可是高手 哈哈 小事 你是认真的吗 难道都不反省一下 每次Vlog都给大家亲身示范一个 笔纸小技巧 工作室又问 什么高手 肖战无奈 语气宠溺地回答道 风筝线都断掉的那种 工作室又问 所以放断过风筝啊 看吧 低情商的小事拆台阶段的 一点身为员工的自觉都没有 而肖战呢 爸爸知道你傻 但爸爸还是会惯着你的 肖战无奈至极 但还是回答了小事的问题 当然 说完之后 高情商的岔开话题 你看那个云 那个是高铁吗 工作室终于被肖战掰回正轨了 工作室称 你从这儿坐高铁 十分钟到杭州站 肖战很是惊讶 十分钟 那我们还不走 在等什么 工作室又问 要不要夜游一下西湖 肖战称 真的假的 我没有去过西湖哦 特别想去 爸妈都去过了 说这句时 肖战的语气有兴奋 有向往 最后还有一丝失落和孤寂 到了傍晚 天色渐黑 黄昏微露 工作室在天台上问到肖战 三个月没有登上舞台了 陌生吗 肖战看着远方的风景 晚霞画过他的脸庞 声音低沉温柔地说道 没有什么好陌生的 其实偶尔停下来 停一停 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 会感觉好很多 会让你有更多 更好的一些想法 有更多的灵感 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演员都是这样 工作室称 对于昨天第一场的状态 跟以往相比如何 肖战说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都是在调整 像昨天就是有一点用力过猛 所以今天就调整 收 然后去做一些细微的改变 其实每一场都不一样 每一场演的感觉不一样 观众也不一样 然后甚至于剧场的温度也不一样 所以无法做到每一遍都一样 但是一定是在不停地调整 不能说好与不好 只能说在不停地调整 不停地改变 肖战是一个感情细腻敏感 但又内心强大的人 能够接受自己的不足 也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所有的事与愿违 非常理智 但也异常坚定 会让自己趋近于最好的一面 肖战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访谈粉 我想这就是原因了 说话言之有误 有思想 每一句话细细品味 都有深度和宽度 会让你听之感同身受 如醍醐灌顶 豁然开朗 为什么说肖战活得清醒通透 原因也在于此 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 抓住重点 专注作品 专注自身的发展 找到自身的问题 努力提升自己 不断调整和打磨自己 顺应自然就是最好的安排 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就好 不忘初心 不随波逐流 然后肖战拿出手机拍照 工作室问道 你拍照有什么技巧吗 肖战称 秘密 想想也不会告诉你 这就是秘密 肖战的身上有一种 孤寂的伤感 尤其是在寂寥无人的时候 生活不会总是充满甜 总是苦得多 但他还是能够在忙碌的工作 和高压的生活之间 去抓住那一丝的甜 会停下脚步 欣赏到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美好 工作室说 你喜欢日出还是晚霞 肖战称 晚霞 他有一种凄凉感 喜欢这种即将消失的感觉 听到晚霞 感觉自己破防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喜欢晚霞呢 在辛苦一天之后 最美好幸福的时光 就是在傍晚 跟自己喜欢的人坐在一起 喝着咖啡 欣赏日落 聊着这一天发生的有趣琐事 赤红的霞光照耀着自己 和自己喜欢的人 那种感觉特别的美好 让人向往 晚霞虽然好看 但却也有一种 木骨沉重的凄凉感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私底下的肖战 应该也是一个容易 多愁善感的人吧 大晚上去光西湖 是什么感觉 周围一片漆黑 四下寂静无人 周围的虫鸣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连西湖都显得神秘起来了 工作室说 周围好黑 打个灯 肖战却好笑道 前面那不是灯吗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还是小事不懂老板呢 肖战拍摄的那张西湖的风景照 想必就是出自于此吧 夜晚的西湖也是如此的美 静谧的月光洒下 天水一色 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 肖战镜头中的雷锋塔是居中的 难道这就是他拍照的秘诀吗 通过肖战的镜头 第一次见到如此迷人的西湖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 微风缓缓而过 被银白色月光倒映下的湖面 波光淋淋 水波不星 西湖周围仿佛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拍完照片后 肖战感慨道 好歹也来过西湖了 感觉他好心酸的样子 来一次西湖 实在是不容易 在工作完成之后 都午夜凌晨了吧 肖战说 西湖特别的空旷 坐在湖边的椅子上 看西湖 很美 可能是为了活跃气氛 或者是看肖战 坐在那里很无聊吧 工作室给了肖战 一个什么闪闪发光的 荧光棒还是啥 很漂亮 像小孩子玩的 瞬间感觉肖战 从静到动起来了 变得活泼 还有一点小可爱 其实现在不能用可爱 来形容肖战了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 成熟稳重的男人 有责任感 顶天立地 在这里又想到了 肖战在奇妙之城 对重庆扒尔多的描述和解释 在外我可以顶天立地 我可以挡风遮雨 回到家里面 我就对你百般宠爱 这样的男人 怎能让你不爱 这才是真男人 最后Vlog的彩蛋 我是看一次笑一次 看一次 觉得越觉得肖战不易 肖战在自助售卖机 购买盲盒的时候 语气有点撒娇和惊讶 这么贵 39块8 但最后还是付款了 勤俭持家的肖战没错了 这里又让人想起 机场租WiFi的事情 肖战问 你的多少 粉丝回答 9块9 在粉丝说完之后 肖战一脸不敢置信 仿佛自己掉了 什么贵重的东西一样 一脸肉疼和震惊 仿佛在喊着 亏了亏了 肖战高兴地 从自动售卖机的商品出口处 拿出盲盒 然后立马就拆开了 抽中的是一只财神玩偶 肖战看起来很开心 满眼的笑意 心情不错的 开口道 看来不错啊 有才了 有才了 这时低情商的工作室 终于开窍了吗 跟着老板附和道 好兆头 好兆头 老板听到这话 似乎也很满意 超级开心和满足 然后就朝着前方光亮处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低情商工作室又来了 不应该是低情商了 而是让人大开眼界 看着老板走远 居然就敢如此大胆地 在背后损起老板来了 工作室说 其实里面全是财神吧 看来只有老板被蒙在鼓里 肖战称 皮痒了是吗 看来是我平时对你们太好了 小事每次日常见肖战Vlog 总会有很多职场禁忌 向大家分享 并且还身体力行的示范给大家看 实在是牛啊 小事真棒 担い